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字就是 木头的木 木棉道的木 那这个木有很多的用途 除了可以生火 当建材 做装饰还有水土保持以外 以前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的时候 把一批勇士藏在木马里面 然后假装撤退 特洛伊人把木马就当作战利品搬进城里面去 那夜晚希腊勇士出来打开城门 跟军队里应外合占领了特洛伊城 那一只区区的木马可以建立这么大的功勞 而一个区区的木字可是农业的根本了 我们首先来看看甲骨文 甲骨文的木是一棵树 从地面上冒出来拔地而生长的样子 而上方是树干跟树枝 下方是树根 在董仲书的《川丘繁路》里面说 木是在讲春天生长的一种特性 是农业的根本 而说到根本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字 跟刚刚看到的木的甲骨文非常的相似 不过下方也多了一个小小的记号 这个字就是本的储系检模文字 这个记号标示了树木根部的位置 也就是根本的意思 那接下来的这个字 是两个木也就是林 树木重生在一个地方就叫做林 所以以此类推 树木不但重生 而且很浓密的样子 就是森林的森了 好最后这个奇怪的字 让大家猜猜看哦 一堆树被围绕在一个范围里面 这个字就是幼 也就是有围墙的园林 通常是用作续养禽兽的场所 隐身作居树跟局限的意思 现在我们回到木这个字 木就是树 木本植物的通称 例如花木浮书 就是花草树木长得很茂盛 而当材料用的时候 像是棺木木板木桩 而木也是阴阳五行之一 五行的性质如果对应到 仁义理智性这个五常 木就是对应到人 有人德的人 常常是具有风雅的个性 慈爱而且又乐善好施 接着我们快速看一下 木的基本资料 木 注音符号 目物目 步手是目步 总笔画数四画 笔顺很简单 首先是一横 一竖 左边一撇 右边一那 就完成了 木的简体字写法跟正体字 是一样的 汉语拼音写作木 我们知道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人 绝对不会麻木不仁 麻木不仁就是比喻对事物 漠不关心或是反应迟钝 但是这里说的迟钝 并不是指木论 这个木论就是迟钝而不善言词 例如他从小就是这样子 木论无言 就是说这个人从小就不太会说话 但是这也不代表他笨 也许他擅长的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我想到一个大学问家王守仁 也就是王阳明 画面上这一位 不是现在很红的那个王阳明 这个王守仁 一直到五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 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哑巴 那有人甚至还以为 他其实是一个白痴 那一直到六岁的时候 他终于会说话了 凭借着这个笨鸟先飞 跟刻苦勤奋的精神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那孔子说过 所以说人要懂得充实自己 就算不是天才 也不可以呆若木鸡 呆若木鸡就是愚笨 或是受惊吓而发呆的样子 是一个贬义词 不过其实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 庄子里面有一个故事说 季子帮周宣王训练斗鸡 那过了十天以后 周宣王就问说 这个鸡训练好了没啊 然后季子说 还没还没 这只鸡血气方刚 太骄傲了 那又过了十天 周宣王再次询问 季子说 还不行还不行 因为他一看到别的鸡的影子 马上就紧张了起来 又过了十天 周宣王再问 还是不行 因为季子认为这只鸡目光炯炯气势未消 就这样 又过了十天 季子说 差不多了 他已经有点呆头呆脑 不动声色 看起来就像木头鸡一样 代表他已经进入一个完美的精神境界了 周宣王就把这只鸡放进了斗鸡场 别的鸡一看到这只呆若木鸡的斗鸡 拔腿就跑 所以木鸡它并不是真的呆 只是看起来呆 实际上却有很强的战斗力 也就是所谓的木鸡养道 形容人血氧生粹或是功夫已经到达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 那怎么样才是真的痴呆呢 我们说木木酥酥就是孤单又呆呆的样子 像是西游记里面有一句话是说 水蛇跳一跳又变作一只花宝 木木酥酥的立在鸟厅之上 宝是一种候鸟 而鸟厅就是生长着潦草的一个小沙舟 就是说那只水蛇变成的候鸟 孤单而且又呆呆的站在小沙舟上 感觉非常有画面 说到这里好像木这个字要不就是不善言辞 那要不就是呆头呆脑 那它有没有比较不同的用法呢 答案是有的 我们说木心石腹就是形容人冷酷无情 铁石心肠意志坚定 对任何诱惑都不动心 又叫做木人石心 晋朝的太尉甲冲他很欣赏夏桶 想要重用他但是却被拒绝了 于是先后用了很多的东西来引诱他 但是他都不为所动 最后甲冲只好放弃 并且对别人说 这个人是木人石心 在现代社会中这样子的人已经很少见了 所以最后让大家猜一个简单的字迷 木边之木田下之心猜两个字 金平梅里面有一回说西门庆不在的时候 潘金莲每天是孤枕难眠化隔凄凉 未免染上了木边之木田下之心 就是说他犯了相思病 所以这个谜底就是相思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见到相思的人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一起自由联想 看几个跟木有关的字 然后请小爱自圆其说 带来木牛流马的故事 拭目以待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